也許它的水瓶特質更強烈 好 因為你知道在 不好意思 在我們的眼中 你的星盤真的沒有秘密 也許你的太陽是巨蟹座對不對 但我可以講嗎 你的太陽在巨蟹座的十九度 水瓶座的守護星 我們剛剛講天王星 天王星帶有 就是帶有強烈的水瓶特質 你個人星盤當中 你的天王星 也在天瓶座的十九度 它們兩個不同星座 但是都是十九度 以占星學的角度來說 它們有一個非常緊密的相位 它的每一分付出關懷 絕對 絕對是真的 好 來 我們請教一下 Amanda老師 哪些星座的女人 會活得像座孤島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一個人 通常我們能夠去維持一個 比較親密關係的人數 到底是多少 是 好 就是像 好像有人說其實並不多 不多 對 就是其實像英國牛津 有一個這個人類學家 羅賓鄧巴 他有一個統計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的這種社交 我們講社交腦 是有上限的 是 平均來說 大概這種不嫌不淡的朋友數 大概就是一百五十個人 不嫌不淡 對 一百五十個人 再多 其實那個真的是泛泛之交了 那一百五十個人之中 其實真的關係親密的 不超過五個人 然後可能十五個人左右 又是我們覺得好閨蜜 可以聊聊心事的 然後大概以此類推 其實這樣子是一個 我們講社交的一種 親近關係的一個距離 那今天我們從星盤當中的 太陽 月亮 水星 月水星與朋友有關 與我們的一些這種思維 邏輯有關 跟上升星座來看看 有上訪的朋友相信 這個人數可能要再少一點 那這邊呢 當然我們題目設計是女生 像佩甄的太陽在射手座 上升也是射手座 月亮這個金牛座 水星是射手座 好射喔 男生也可以觀察一下 非常射手 但是我覺得這是 配真的一個表象 那男生也可以一併觀察啦 有點參與感嘛好不好 好 來 首先第三名 如果我們是有落在 巨蟹座的朋友 是 巨蟹座呢 我們講說是 其實內心很害怕 虧欠別人 大家不要看巨蟹座 就像H8 就真的是一個暖男形象 感覺非常的關懷大家 因為我們講巨蟹座的人 真的是很有同理心 你會覺得他好懂我 但你去觀察巨蟹特質強的人 他們很愛付出 不停的付出 我問候你好不好 你吃了沒 你需要什麼 我都很熱情的幫忙 但他們內心會有一個深處是 我很害怕 我沒有做這些 是不是我虧欠了別人 好 就是說呢 因為巨蟹對於別人 給我們的一個善意 巨蟹當然也會很開心地接受 比方說有朋友可能送了一個蛋糕來 覺得很好吃 你會發現巨蟹隔兩週 可能會帶一個更大的蛋糕 去回饋給別人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不要欠你 其實這是巨蟹 有時候你會覺得 我們跟巨蟹相處很舒服 但你真的要走進巨蟹的心裡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好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兩位也沒有上榜 好 但我們的原因呢 是因為 就要減少這種 降低智商的社交 好 因為我們講了 你都沒有接電話 就是 嫌我 嫌我就是 我這樣子 就是 我降低我的智商 真的 好 因為 不過你的電話都不通 好 但有時候我不知道 現代這種社會的型態 對天蟹來說 有時候某個層面的辛苦 因為真的太多 我們講訊息太多 當然社交活動太頻繁 但確實對某些天蟹來講 會覺得這些社交 我接觸多了 我的智商會被降低 好 就說 朋友相聚有時候 大家聊聊 你這衣服好漂亮喔 你最近瘦了 會覺得這些無意義的交談 是真的浪費我們的時間 好 他覺得說 有這個時間 我不如自己靜靜地 看本書 聽個音樂 我補眠睡覺一下也好 免得聊得越多 我覺得我的智商 會降得越低 真的 我們中午吃飯的時候 你都不理我們 就是這個心情是不是 我沒有辦法聊那些 對 那個變當之 對 中午 瘦了 每次我們跟篤霖哥 聊得很愉快 你就不要有一天變孤島 需要我們有人上岸 你都沒演 我自己可以看書 對不對 就是 他會在自己的 這種世界當中 他會覺得 其實他還滿悠遊自在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外人 覺得打不進天蠍內心的 一個原因 第一名呢 如果是落在 水瓶座的朋友 我們說呢 就是 盡量沒事 不要麻煩別人 我看一下兩位的心盤 你們乍看都鬆了一口氣 或說老師不準啊 我怎麼都沒上榜 來 兩位是進階的水瓶座 讓我解釋一下 比水瓶更厲害 不是 你知道 他們其實帶有 強烈的水瓶特質的 我們先這樣講好了 可以這樣好了 上身是射手 兩個都上身射手嘛 所以呢你們的第三弓 也就是我們講說 跟思緒邏輯 跟水瓶特質 有一點關係的 公位就是水瓶座 所以你們兩個人 就帶有一層的水瓶的特質了 再來配真 你自己的心盤當中 水瓶座的守護心 是這個天蠍座 剛好落在你的十二弓 意味著你個人的心盤當中 你的內心世界 其實是非常水瓶的 就是說你看 他的上身太陽啊 這些非常射手 對不對 看起來是很熱情的星座 但你的內心其實是 真的沒事 不要來找我 你的眼神都不要跟我對上 你會覺得 我真的不想麻煩別人 我們不要有任何的交集 H 沒你的事對不對 其實不是的 H 它的水瓶特質更強烈 好 因為你知道在 不好意思 在我們的眼中 我們的心盤真的沒有祕密 H 你的太陽是巨蟹座 對不對 但我可以講嗎 你的太陽在巨蟹座的十九度 水瓶座的守護心 我們剛剛講天王星 天王星帶有 就是帶有強烈的水瓶特質 你個人心盤當中 你的天王星 也在天瓶座的十九度 他們兩個不同星座 但是都是十九度 以占星學的角度來說 他們有一個非常緊密的相位 所以你個人的水瓶特質 非常強烈 而且因為這種特質 往往其實帶給你很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 只要太過密切的社交 對H來說 它其實內心 就是你會覺得 我就覺得我好像 你知道太多了 太多了 它表面看起來人很好 好相處 那也不假 但是它不喜歡社交 應該在講 因為它的太陽是巨蟹座 它的每一分付出關懷 絕對絕對是真的 可是相對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巨蟹特質橋 它很害怕欠了別人 加上它帶有這種強烈的水瓶特質 它會希望說 我對你好 我們就純粹的 我對你好 不要有其他的雜質 比方說我對你好 你不要對我帶有太多的期望 你期待說我這次這樣子對你以後 我一樣要造就嗎 不要有這種期望 我們就是在每一個當下是真實的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質出現 有 好 就是會這樣子來說 然後忍不住再給我幾分鐘 因為我剛才佩珍一直講說 就是其實很害怕 就是別人是因為責任 或什麼跟你在一起 因為佩珍的星盤 完完全全長在H的這種 對於另一半的這種 要求的點上面 也就是說 其實你個人非常享受 去照顧佩珍 照顧她的生活 你會覺得就是 你會覺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看到她 我就想要照顧她 而且她的很多的 就是你包括 那以前那些虛浮不華的少女 或許每個當下都是真心 但是可能沒那麼持久 好 然後我這樣講好了 或許佩珍你會覺得 我自己是不是我的長相 跟過去那麼多 二十五歲的妹妹都不一樣 但你要有信心 你的一個美麗 你的外貌 其實也是長在她的這個點上面 就是在這個當下 其實她雖然表面看起來是 好像很喜歡虧你什麼的 其實她是真心的 非常想要照顧你 包容你 當然如果有機會 你來照顧她的話 她也會非常享受的 如果講到說單親媽媽 但是這個女性 她的內在總是 七上八下的 因為不知道 因為她經歷過一段 痛苦的過程 那段婚姻 那接下來面對這個 這是到底這是真的 還是假的 會不會又是一段 痛苦的歷程 尤其對佩珍來講 她還要照顧小孩 對 尤其還帶著孩子 所以說佩珍有一次 H她試探牽妳的手 妳看吧 結果看到妳的表情不對 妳們交往多久 她開始露出她的狼爪 可以演一遍給我們看一看嗎 那個時候沒有交往 那個時候沒有交往 沒有沒有交往 那是就是我們其實 因為她電影首映會活動很多 有時候問我說 要不要出去 那我如果剛好是 小朋友不在的時候 在她爸爸那邊 我就會去 那某一次 她就約要看電影 然後也是就是坐在旁邊 然後我就是手放在那裡 她就 伸出了狼爪 演一片 然後反正就那個時候 手大概可能就是放在這邊 放在電影的扶手上面這樣 然後我就放著 她就 她就去 妳的表情呢 我現在做不出來 我現在做不出來 臉手很拍狂 真的嗎 是哪一種拍狂 她嘴角就整個垂下來了這樣 對 這樣 是喔 其實不願意 對啊 就是那樣子啊 我自己看不到 可是我那時候心情是 我覺得很悲哀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很怕欠人 就是我說實話 我離婚這麼多年 一定還是會有人來追 那每個人都會說 孩子需要爸爸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因為小朋友本來 就有他自己的爸爸的 不應該把我的感情 跟小朋友需要爸爸 混為一談 所以他其實也希望 他付出多一點 然後我會被感動 但我只要感覺到 對方有這種想法 我就會特別跟他疏遠 因為我不要欠人家 我不要因為任何的壓力 去跟人家在一起 我在跟我前夫 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他離婚之後 我們狀況互動越來越差 那每次他在對我 言語霸凌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難過 會比任何人傷害我 都更難過 是因為 你不能選擇你的父母 你不能選擇你的孩子 老公是你自己挑的 所以他現在怎麼對你 都是你製造的 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 很痛苦 所以對我來說 要再開啟一段感情太難了 我寧可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島 我想辦法賺錢 想辦法照顧小孩 什麼都我自己想辦法 我不要靠人家 那那時候其實 就是我沒有讓他牽手 然後我那個表情 可能看起來真的很慘 所以他就完全就退回去 我們就沒有在有任何 感情上面的互動 那其實我是要說 我這邊說明一下 我其實是想要看一下 他的小手... 小幾個 有沒有超過三關 對 還是他其實拉他起來說 我來去扁搜一下 不好意思 他不敢嘛 他不敢 沒辦法 不算 他也是想 你買有時候做好嗎 快點啊 剛剛講那麼刺激的地方 不好意思... 對啊 你繼續... 那時候 他牽我的手 我臉會很悲哀 是我覺得 所以你也一樣 就是終究就是沒有 純粹的友情或純粹的幫忙 你還是想著這件事 那他也覺得 不要勉強我 所以我們後來就滿疏遠的 但最後我的健康狀況 就是越來越差 我再快要... 因為那時候我後來就決定 我要搬回台南 我在台北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至少台南我有一些朋友 因為我爸爸媽媽可以換手 所以我就決定要搬回去 那後來搬回去的時候 剛好是在我女兒的生日前 兩個禮拜 我女兒就跟我說 我很希望趕快交到朋友 回台南我就又 什麼朋友都沒有了 那他其實... 好難 你回去有朋友 他回去沒朋友 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我就決定說 好 我想要在我的新家 幫他辦一個生日派退 然後或許他不認識那些孩子 但我請大家來幫他唱歌 切蛋糕 他會知道說有人歡迎他 這是他的家 那我女兒那時候 就特別點名說 H要來 就是不管怎麼樣 說H在台北 他說不行 H要來跟我慶生 而且要跟我同一組 我就問他 他就說可以啊 有什麼問題 甚至他還知道說 我女兒喜歡角落生物 然後那種造型蛋糕 就是只有在台北 有在賣授權的 他就買... 就是買好之後 他就這樣拎著他 上高鐵站到台南 然後帶回我家 只為了讓我女兒 有一個他喜歡的生日蛋糕 很有心 對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覺得很感動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那天 我女兒情緒失控 是他因為他過動 所以他超級起來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控制他的反應 結果他在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他就欺負同學 欺負小朋友 那小朋友就哇一聲 就大哭出來 結果小朋友的爸爸 看到他的女兒哭了之後 就非常憤怒說 你怎麼這麼沒有出息 被欺負就哭出來 我當想真的是超級尷尬的 就是人家來幫你的孩子慶祝 結果你的女兒 把人家弄到哭出來 人家的爸爸就說 被欺負就哭丟臉 我趕快就要打圓場 然後安撫小孩 趕快教訓我女兒 然後一團亂這樣走完 因為前面有講到 我其實社口 所以辦這個派對 是我窮盡洪荒之力 我要非常鼓起勇氣 迎接大家要從頭到尾笑 結果沒想到努力那麼多之後 我的女兒最後 給我來了這麼一劑 就讓我覺得好像 是不是我什麼都不要做 你還不會去欺負別人 然後所有的客人後來都走了 就只有H我就問她說 我不要帶你去高鐵站 她說不急 我沒有事 就幫我在那邊 招呼客人收東西 收到最後 所有的客人都走了 然後我女兒被我叫 去房間反省 我叫她想一想 今天自己做錯什麼 那時候就剩下 我跟H在客廳 然後坐著 怎麼樣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我好累 我就跟她說 說吧 沒有 我就跟她說 我可不可以撒嬌一下 我可不可以撒嬌一下 就是找一個肩膀靠一下 就是我撐得很累 對 那個動作 我自己認為 那個動作好像就是在說了 說明了 我們可能已經跨越了 某一條線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從那天開始 我們就邁入了交往的 是 這個階段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把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